国家国家 平常人们总把这个词的重点放在了国上 其实一点也不能忽略家 没有家哪来的国呢 没有家的稳定哪来国的稳定呢 这也难怪新中国成立之后 首先制定的并不是宪法 而是婚姻法 这就为家的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 但是有了婚姻法就够了吗 当然不够了 比如说吧 家这一个汉字 上面它有一个宝盖 这其实就相当于房顶 它形成了一种保护 就像我们图上所显示的这把雨伞一样 但是如果在这个家里头有了暴力 又该用什么样的伞去保护这个家呢 因为有了家之后 不仅仅有家庭的幸福 它有时也会有家庭暴力 甚至是严重的家庭暴力 而这种暴力不仅体现在武力上 也体现在精神上 本周二 就在联合国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当天 国务院法治办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征求意见稿 这意味着什么 有哪些新意 是否将来动手打老婆或精神上虐老公 就真的都有法律管了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 家暴不是家事 他就用那个刀割我的手 一刀一刀地割 割完了之后 他就在我地上 你妈妈的去痛吧 我觉得这个背心啊 如果是手臂的话 打就打去 只要不替我肚子 不替我孩子 刚开始两年用拳头 在我头上打 身上打 脸上打 后来就是用脚踏 一脚踩到在地上 拿脚在我头上打 身上踏 踏完来拿来拉起来 往脸上吐脱了 在河南省女子监狱 周玉如和刘婉玲 因为同样的命运来到这里 每当回想起被丈夫暴打的痛苦记忆 他们依旧忍不住流泪 家庭暴力对于他们来说 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都意味着难以忘怀的痛 他解决任何矛盾的唯一方式 就是打我 我曾经想给他灌输一些 男女平等的观念 想让他改变一下 但是没有用 我改变不了他 曾是陕西一名教师的刘婉玲 曾尝试与丈夫沟通和解 但一次次失败后 他逐渐学会了默默忍受 他很少会向同事和朋友求助 一方面是碍于怨子 另一方面他知道 面对暴虐成性的丈夫 即使自己最亲近的人 也无能为力 他也不敢说 跟谁都不敢说 他就说跟我说 我那里面也能看出来 戴个眼睛 也没办法 和刘婉玲一样 来自湖南的周玉如 也曾经这样孤立无援 随着暴力的升级 好心的邻居曾多次劝驾 街道居委会主任也几次调解 但当这些人也遭到殴打和恐吓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 伸出援手了 当婚姻成为囚禁自己的牢笼 离婚的念头一次次涌上心头 在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前 刘婉玲决定先到医院进行伤情鉴定 作为离婚的证供 然而尽管被殴打的痕迹显而易见 她却始终拿不到这份鉴定书 刘婉玲前后三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最终却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这反而激起了丈夫更大的愤怒 此后她再也不敢在丈夫面前提起离婚二字 如果法院把孩子判给她的话 多半也就判给她了 按照我们那里的习惯 一般男娃就判个男方了 如果判给她的话 她就一辈子都不让我见娃 如果判给我的话 她就把我杀了 光是拿小孩比起 就是说你离婚我妈 知道吗你弄死 我把你家人弄死 周玉如同样没能摆脱自己痛苦的婚姻 在一次更加凶狠的毒打后 头破血流的她被好心人送往医院 然而由于气势汹汹的丈夫也尾随而来 医院不但没法为她疗伤 甚至不能保证她的安全 周玉如打仗出租车一路狂奔 丈夫则穷追不舍 被逼无奈的她只能到派出所报案 但她没想到派出所竟然也无法成为她的避难所 但是那个110的一个年轻人 她说你现在来报警有什么用啊 我很相信我气氛我回了她一句话的 我说请问如果她真的对我举起了刀 我说我还能不能报警 我拿什么报警 那我也没办法 等你丈夫动手伤人时再来报案 和许许多多的家暴受害者一样 警方不予立案的答复 或许成为压垮周玉如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们都走开 我说我跟她了断了 我就对她彻底失望了 没得理事 那时候这两个自己不存在了 最终周玉如和刘婉玲分别用刀和毒药 结束了丈夫的生命 而在他们服刑的河南省女子监狱 三千四百多名服刑人员中 有近七百人因家庭暴力 以暴制暴而获刑 孤立无援求告无门 一个个无助的家庭暴力受害者 走向了你死或我亡的悲惨结局 中国有两句话 加在一起恰恰能准确地说明平日里制止家暴的不容易 第一句话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这流传了太久的一句话 让很多的家暴被简单地归到了家务事里 似乎别人跟外力都不好去插嘴或者插手管一管了 而另一句话是家丑不可外扬 这句话又让太多家暴中很多伤心的妻子或者老公 只好忍气吞声以至于成为对下一次家暴的纵容 可能也正是这样两句话的存在 让过去很多希望制止家暴的公益组织 相关机构或者个人都有些使不上劲的感觉 时常觉得费力不讨好 我叫王行娟 我今年已经85岁了 北京洪峰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是中国第一家最早成立的民间妇女组织 26年前 王行娟创办的洪峰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刚刚起步时 家庭暴力这个词 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 但现在电话中的咨询者们都会直接了当地告诉志愿者 我被家暴了 我们1992年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 从开通以后我们就发现了家庭暴力的问题 有一半的受虐妇女是高文化层次的 高职业层次的 而且是30岁以下的人群 就是很年轻的 很高文化层 洪峰妇女心理咨询中心 接过2600多个有关家庭暴力的咨询电话 70%的受虐女性希望消除暴力 保住家庭 其中35%拨打过110 15%找过居委会和妇联进行调解 对于这些求助者 洪峰中心的志愿者们会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 或是建议夫妻双方一同进行心理治疗 如果有需要 还会帮受虐女性联系法律援助机构 要有这个救助应该是国家的责任 是吧 就是说明确这是国家的责任 它对受虐妇女的需要 不仅是物质的需要 法律的需要 而且还有精神方面的需要 心理方面的需要 你觉得就是 等于是 他这个施暴者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等于这离婚 清天意义就饶过他了 你律师是什么看法 除了对轻微家暴进行心理辅导和干预之外 对那些遭受严重家暴的女性 洪峰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 尽可能多的和他们保持联系 为他们提供安慰和建议 每年大约有10%打进热线的女性 因为施暴者威胁而不敢离婚 而这些人也是王行娟最为担心的一个群体 有个女孩子混身受伤 丈夫就又把她打到死去活来 而且把她赶出家门 说如果你回来我就把你杀掉 她就跑到那个报社那里去求助 那个报社的记者就给我们打电话 就说你们妇女这些能不能帮助他们 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给她提供庇护 那个电话挂到以后 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 急需的最缺的是庇护所 因为在我们平常的个案的求助过程中 有些确实属于高位人群 那他们到哪里去 他们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这个威胁 在国际上 庇护所是家庭暴力受害者不可或缺的救助途径 大多以地点保密免费入住的形式存在 还会由医疗心理治疗 义工等专业人士进行协助 目前北京长沙南京昆明重庆等地 已有一百多家家暴庇护机构运营 但入住少甚至零入住的尴尬成为共同的问题 有的庇护所成立六年 只有一人入住 有的成立一年多 无人问津 民政部门它是有庇护的职能 也有这样的设施 但是它是和收容所放在一起的 像有些地方把这个妇女庇护所 真正的公开的挂着牌子 我们了解就是基本上没有人去 因为你想到这去了 这个施暴者也会想到 所以他的人身安全还是没有得不到保证 如果家暴受害者 可能即使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获得专业的帮助 有些暴力案件可能就不会发生 王行娟对此深信不疑 而在二十多年反家暴的研究中 他更清晰地认识到 家暴受害者的救助和庇护 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 仅靠洪峰这样的公益组织 显然无法完成 他希望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加入 能给更多的受虐女性说不的勇气 干预的机制是多机构的合作 是吧 这个形成一条龙的服务 很多妇女受虐以后 为什么不敢离开 那就因为离开了以后 她不知道去哪里 她前途茫茫 对未知的东西更加恐惧 比那个挨打的恐惧还要深 那么这个时候 庇护所就应该起到这个作用 让她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让她有一个平息 她的这种情绪 冷静地思考 她的未来 她怎么办的问题 都需要社会的保护 假如反家庭暴力法 已经开始实施 是不是立即就会减少 甚至消除家庭暴力 我估计谁也没有把握 立即给予肯定的回答 但在一段时间过后 会慢慢发挥她应有的作用 那是肯定的 其实在此之前 全国一些地方 也进行过相应的试点或者实验 比如在重庆的个别地区 针对不严重的家暴 比如她达不到犯罪的级别 可又存在升级可能的 就实行了司法告诫的实践 上门警告并且劝诫 结果该地区的家暴案 下降了三成左右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同样在重庆有些地区 进行数据分析 每年家庭案的这个案件当中 有近一半都与家暴有关 可见缺乏相关的法律 就已经成了越来越明显的 一块短板 把他踢了一下 踢到啥啥啥 这点夹是吹的吗 你说 这是2013年9月23号 南京浦口公安分局民警 接到报警后 上门处理的一起 家庭暴力事件 作为办案民警来说 遇到这类的家暴事件 往往都比较挠头 因为他们都是以劝和为主 对施暴者没有惩戒手段 民警上门处理的时候 往往缺乏一定的这个法律上的 或者扎手一些法律的政策里 那么很可能有时候 就我们在作为纠纷调解的时候 当我这边刚刚调解结束 可能事后 甚至我们刚刚离开 或者说第二天 同类似的警情又会而来 这对夫妻因为家庭所事争执 最后丈夫动手打了妻子 原本只是小事 民警也只是劝说 没想到该男子竟然当着民警的面 再次动了手 虽然这样的家暴场面 就在民警面前发生 但是由于我国的法律 是要打到轻伤的程度 才能构成犯罪 显然像这样的行为还够不上 民警们只能进行劝导 然而2013年7月 江苏省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 江苏省家庭暴力告诫制度 实施办法适行 南京普口公安分局民警 给这位丈夫出具了一份 反对家庭暴力法律告诫书 在这份家暴告诫书中 明确告知 他的行为已触犯法律 构成家庭暴力 当时也郑重的在我们这上面 做签下了字 应该讲这个字就相当于 契约一样的 如果自己再有这样的行为 很可能就要面临拘留 甚至更严重的一些刑事处罚 告诫书不是一种正式的处罚 而是一种警告 一种警戒的作用 意思就是说 你小心点 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所作所为 王室舟说 他就有比较强的法律意义 公安机关先给你出去 书面告诫书 等于说我们来处理吧 初步的情况判断 你这个是有大人的情况存在 告诫书不仅有震慑的作用 还能当证据 今年南京江营区的一位女士 在申请离婚中 法院通过派出所开的家暴告诫书 认定实施家暴的有利证据 宣判两人离婚 而本周南京市复联合公安局公布的数字显示 一年来南京揭报家庭暴力警情1791起 较去年统期下降31.1% 发放家暴告诫书313份 都没有发生过二次家暴报警 法律在家庭暴力中的作用显而易见 本周国务院法治办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征求易见稿 公安机关可对轻微家暴书面告诫 也写入了其中 这里头我觉得有很多的亮点 是吧 第一个亮点 那就说他承诺了是反对家庭暴力 是国家的责任 多年来一直呼吁反家庭暴力立法的 王行娟老人 在看到国务院法治办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时 总结了六个亮点 征求意见稿共六章41条 对家庭暴力的界定 家庭暴力的预防 家庭暴力的处置等做出明确规定 标志着国家级反家暴力法 终于进入最终阶段 家庭暴力不再是你家庭内部自己的个人的事情了 而是全社会关心的事情 而是国家关心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由于家庭暴力与一般的故意伤害案件不同 它是发生在关系最为紧密的家庭成员之间 对于一直呼吁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专家学者来说 不仅是要惩治对家庭中的暴力犯罪 更是要预防暴力 修复家庭 因此他们希望 有着丰富反家暴经验的基层司法系统 妇联和社会组织及个人 积极提出意见 供有关部门参考采纳 以弥补目前意见稿的缺憾 针究意见 它就是一个普法的过程 不是仅仅调动专家学者 要调动起全体人民的力量 采取到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间来 有媒体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议 已将反家庭暴力法列入本届立法规划 但是一个法律最终起作用 并不是从实施开始 而是从之前与公众的沟通 甚至征求意见就已经开始了 反家暴甚至消除家暴 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有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 它需要整个社会立体的努力 才会最终有好结果 无论是动手的武力家暴 还是动嘴甚至不动嘴 只动态度的精神家暴 都是不文明的举动 伤人也伤己更伤社会 但愿一方面用法 另一方面用心 集体我们能对家暴说不 感谢观看